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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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这个当地的这个传承人 我是保护他 把他保留下来 让我们后边的人多受益 接着 四川 您好 很漂亮的 这什么东西 很漂亮的 这什么东西 一个是 你是鬼家保护的 所以无尊化一个点 慢慢的呢 小心小心 这是地 是不是你们当的叫地区 我们叫跳绳 然后叫这个八十年代 后面外面人就说 在平地演出 他说叫地区 地区是这么来的 书上叫地区 这样带 带在我身上 带在上面 对 老门上 您能给带的吗 可以啊 带这个 试试看 给他带在 带在脸上 对住我的脸 对对对 把我的脸背住 然后我都在这 我就是这样 漂亮 好 我就是这样 您伸手不凡呢 不行了 年纪不在了 好 您这点宝贝非常不错 恭喜您入围 来 我们听一听 我们的专家 跟我们身头交流怎么样 他可以 他就很满意 他能问我担心什么 我担心是传承 我已经都市了 我还能活几年 就是把这个 您还能活六十年 今天努力嘛 谢谢您 这个狮子的造型呢 生动 是根据唐代三彩器的那种雕塑的狮子 但是它上的青柚和我们唐代的完全不同 应该是现代的一个房品 公益品 公益品 谢谢您的参与 您认为是什么时代的 东汉的 严格说它是根据汉代画像石或者汉代陶楼做的一个青铜的一个工艺品 面罩 也是个 这是溢造的东西 对 不知道它的功能是什么 是吧 所以这就是个 装饰品 挂在家里 装饰品 玩吧 一个一个一个玩 当个吞口 挂在门楼上 妖魔鬼怪 进不了门 我现在拿来 这个是贵州龙的化石 两块 它的肚车的地方 就是比一般贵州龙 它是肚子里面润育着小的贵州龙 这给古生物研究提供一个正 索胜 这个很好的索胜 你像恐龙那么大的块头 那它就是 下蛋 卵生下蛋 它有恐龙蛋 咱们贵州这个就是胎生的 这个化石非常好 它为这个贵州龙的 究竟是卵生胎生还是卵胎生 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科学依据 科学意义重大 但是观赏心来要欠一点 来有请下一位藏友 燕华刚 你好 你好主持人 是一位医生 给我们带来的 有非常漂亮的白玉熏香炉 您跟我们说说 您今天带来这件宝贝 这是首先要肯定的是 这是一对白玉的心香炉 它一直很纯正很白 根据我收藏这个三十多年 这个经验来说的话 我断定它是恒都斯坦玉 恒都斯坦宫 您认为这是什么玉 什么时代的呀 这是和田白玉 时代来说是恒都斯坦 恒都斯坦可了不得呀 那是献给乾隆皇上的呀 这个恒都斯坦玉的造型啊 它不是这样 这个就多少都有点 我们讲就有点俗气了 太一样了 实际上恒都斯坦 但是专家我给您讲 根据我收藏三十多年的这个经验 这个玉纸相当细腻 相当硬 我看了很多图像 也看了很多很多的这个资料 我肯定就是恒都斯坦 恒都斯坦最大的特点是 薄 标工细致 玉纸呢 有羊纸白玉 有翡翠玉 首先它的弓的力度非常的准确 非常有力 不像你这么粗 这太粗糙了 特别你看这个鸟啊 粗的简直是不像玉雕了 像石头雕了 专家我再提醒你一句 因为上面那是缝 下面两个耳朵是龙 是吃龙 另外来说呢 两个耳朵来说的话 它是两个环 这个如果说不是这个很好的玉 它雕不出这个东西 它因为它要闪架 我打击你一下 你的积极性很高 实际上你这个质量并不高 你在光下透一下 我教你个方法 你回去就在你的光下透一下 你看里面很多的那种石头的纹 这个就是大理石类的 不是这个专家一定要注意看 因为它这一直如果说是不好啊 它决定不敢像这样子雕 这样雕要崩裂一点 它要闪架 我告诉你这怎么雕啊 先可以浮雕把这花大纸雕完了 剩下的把空脸一拉 它就不舍 这个工序反过来一变 马上什么多薄的东西都能弄 你对这工序的理还不是了解的好 来有请我们漂亮的苗族姑娘杨红莲 你好 真漂亮 欢迎参加寻宝 本身就是苗族对吧 那今天穿的这个苗族的衣服是咱们 现代的标准 是现代的 但是你带来的是一件传统的对不对 是我老妈以前18岁的时候做的 她做的衣服做了三年 因为她小的时候没钱嘛 长了一点又买一点线 长了一点又买一点线 我觉得是一件非常难得的这个家传的宝贝 对对对 好的 跟我们专家好好交流一下好吧 好 谢谢 来 这边有请 请开门 好的 这是应该是苗族 真漂亮 对 也好 还在想 你那什么东西啊 给我们看看 在我的身上 把宝物拿过来 在她身上穿着呢 穿上的 您是苗族 苗族 对对 花苗 来 你转一下身 让展示我们看看 真漂亮 这是新的吧 这是旧的 是我老妈现在50多岁 她18岁的时候秀的 像是新的这么漂亮 那个苗家上轿衣 她一生只能穿两次 她一次就是结婚的时候穿 然后一次就是过世的时候穿着走 所以她就是比较有非常好的收藏价值的 而且这是平时过去的 要从这个秀的这个话要从这个属这个线的那个沙口 就是属布丝 对对对 属着布丝来秀 对对对对 真穿过布的那个布丝的那个尖细 对对对 很漂亮啊 真是真是 千真万现 千真万现 贵州地区是个神奇的地方 少数民族很多啊 都有一双翘手 你为你母亲的这个这个翘手啊做了展示 你也很漂亮啊 对对对 谢谢参与 我们就不入围 因为还有更多的这个秀品在我们在筛选 好吧 好的好的 你好 哎我觉得这个传统的还真是比现代的好像更有味道一些啊 是纯手工的吗 纯手工的 专家怎么说 入围了吗 没有 他没有说入围啊 但你心情挺好的啊 挺好的吗 只要把我们上电视把我们这个民族服装欣赏出去 我觉得挺好的 等你下次把你的这个上教育准备好了 你还可以上电视 真的啊 但是必须要像你妈妈那样 自己来手工一针一针来做 好的 谢谢你啊 好来 这边休息一下 这是什么形象啊 我也搞不清楚 在家里面传下来 只是看他生态比较好 对 老子骑青牛 出韩古官 做道德经五千言 造型很古朴 很浑厚 这应该是明代的 我们先恭喜你入围 这一块石头呢 是我们这个贵州比较有代表性的这个石头 叫贵翠 那么你这块石头呢 一个是这个贵翠 第二个这种叫灰梯框 梯框 它在里面你看形成的这个花纹 就像树一样特别好看 那么你这个最大的臂力是什么呢 其实要天然是最重要的 你这个是打磨过的 你这个鼻桶很雅致 包疆灿然 这个边口呢 完全继承了硬木鼻桶 紫檀花花梨鼻桶的那种线形 但是呢 年代不是很老 上世纪中期左右 这个是云南日期要的原青花 它的胎和幼和景德镇有什么不同吗 它这个胎啊 属于淘胎 化工的颜料啊 叫土青 就是云南的云南灯这个 好 你说的非常好 说明你对这个东西认识的很深刻 恭喜你入围 好来 有请下一位藏友吴婷婷 今年25岁 是一位公务员在地刊局啊 讲讲你这宝贝 我这个宝贝呢 是我父亲从那个平遥的里面 看到这个产品以后呢 就一见清新 然后呢 就花了5万块钱 把它转过来的 那希望今天和我们专家聊些什么呢 收藏一个产品呢 重点是在 了解它背后的文化 我的理解就是说 这个真伪鉴定已经不需要了 对吧 所以你是希望代表父亲来了解专家能够介绍更多关于这尊佛像背后的一些故事 好嘞 好 跟我们专家好好交流一下 好吧 来 这边有请 什么时候收藏的呀 是2001年 哦 你认为是什么时代的呀 宋代的 宋代的 你觉得是宋代的啊 为什么呢 首先呢 我觉得这么一大尊 然后呢 是玉的 就是比较少见的 看它的那个脸上有芝麻状的斑纹心 这一点我觉得很重要 看来你对这尊佛像还是很喜爱的 是吧 这个有很多描述 但是呢 我们看它的雕工啊 雕工无力 线条绵软 而且像这种 带着这种 凹下去的这种莲花纹 当然在历代的佛像上 也看不到这样的形式 它肯定不是宋代的 它是现代的一个工艺品 如果是现代的工艺品的话 它能够钙化的这么自然 钙化的问题 我跟你说呀 可以现在很多手法都会处理 如果钙化的 这个 这个 你看这个 凹进气质都这么严重 那这个脸上一点没钙化 这就不应该 还要从那个法相上来看啊 既然是佛 不能留胚肩发 你看它这个 耳朵和脖子后边都是发 这耳朵都是发 这就不对了 就是这个 哦 这就不对了 这个细节就不说了 这个呢 实际上呢 也不是什么玉 就是石头 只不过是呢 比一般的石头好一点 它有 就二氧化硅也含点高一点 它脸上的这个 斑纹的这个心 是怎么形成的呢 它就是石头里面含的杂质 石头里面的杂质 正好说明它是石头 这东西啊 属于原型化的一个高防品 但是它这个火石红 火石红的东西啊 这个东西呢 是模仿 它这个不是从那个 它是从那个低油的旁边 称出来的这种 为什么呢 垫的那个沙子里面含有铁 铁的分子一氧化 就附着在这个柚子周围了 这现代都仿这种火石红 就用新的沙子垫烧 实际上原在制造青花的时候 不是拉胚的 它用个外模 两个一扣起来 然后在里面用盘泥条 手工这样去拉 不是说转盘上拉的 所以你在里面全是转盘拉的痕迹 这个就不符合原代青花制作的工业 好 我们陆陆续续的 已经有20多位藏友进入我们鉴定厅了 我们再来看一看我们海选现场的情况 好 那么现在海选现场已经排成了长龙 场面非常的壮观 我们可以看见有三位藏家 抬着一根黑色的木头 应该是木头吧 准备上台鉴定了 小朋友骑在父亲的脖子上 也在看这个盛大的场面 从小就来受到这样的一种文化的熏陶 非常好 这位男士抱着一件 这是一个天青幼的瓷器 非常的漂亮 我们听他怎么说 白宋如窑 如关窑 黑色 是呈现的香灰色 这个如关窑啊 如果对的话 那可是无价之宝啊 好 我们看 一位男士抱着一件青花大碗 他认为这是原青花 我们听他怎么说 现在这么大型的 这个原青花碗呢 在桂里还挺散见 在土耳其博物馆 有这种魅情来往 我就认为他能够 好了 看来这个钱先生认为他这真是 咱们安顺的民间国宝 咱们再跟他好好聊一聊 来有请 钱先生 我们刚才已经采访您了 您希望跟我们专家聊些什么 我从2005年的收藏杂志里面 看到就是土耳其博物馆 就有这种原青花大碗 您的这个把握度有多大 如果从我自己的认识 应该在别人这本 原青花大海碗 了不起 收得贵吗 大约都5000块钱吧 5000块钱 5000块钱买原青花 值了 像这种大碗呢 在伊朗啊 有大盘大碗 类似的 这些东西呢 你看着很像 实际上呢 我们看 这还是一个 目前的一种房片 还不属于高房片 属于这个普通的 一种房片 当然我想请问专家 在原青花怎样鉴定 原青花怎样鉴定 那您的课题太大了 我们下面慢慢再讨论 我们来到安顺 在海选当中 有十分之一的人 几乎有上百件拿来 都是这类东西 属于低房品 已经到了 大量到了我们安顺地区 所以这些东西呢 你是不能把它当为真品的 你好 钱先生 怎么样 您刚才是带着 百分之百的信心进去的 现在 我现在很厉害 所以我 我明白您的意思 就是说实际上有些迷是需要时间 来去把它来回答它的 并不是说老当他们就 一些事情说清楚 当然他们也累 坚定的情况 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好的 谢谢 东西很壮观 木料也很好 但是年代不早 这是刚做的 这是什么木 应该是 非洲的这种 钻支里头最差的一点 要比花里好 是个宝贝 是个新东西 新东西好 自己放在屋里城上 很壮观 这件东西 从它的形质上看 是吧 就有这个 圆轮型的这个把手 双尔三足 滔天文 形质上 应该是春秋时代的 但是呢 这件东西 它是一个现代防品 不是粗糙 另外这些个绿袖啊 都是人为座上去的 就是河南地区建 这是个明代早期的 透空的 攀尺龙纹的代扣 预纸也好 做工也比较精细 形状呢 也是明代流行的 代扣 实际 恭喜你入围了 好 谢谢 谢谢 您这是从什么地方得到的呀 就是70年代收成的 哦 您认为这是什么 什么时代的东西啊 这年代朱元璋的 哦 您代朱元璋的 哎呦 这家可厉害了 那您 根据什么说 它是朱元璋的 这个是我 和我说断定的 哦 您断定的 您根据什么断定的 哎 开国的时候 朱元璋就是这种 哦 开国 朱元璋就坐着这个 开国朱元璋 四驾马车 四驾马车 下行 四驾马车 出巡 行操 对 这个东西就是一个 易造的一个工艺品 说汉不是汉 说琴不是琴 哎 对 干国时期的 这个这个这个造型 车轱辱像 袁世凯用的 炮车的那个 也是 各种 根本没有 没有这个东西 是近现代 凭空创作的 一个工艺品 但是它这个工艺品 比较精致 精细啊 其实谈不到的 你看细节啊 对 细部很粗糙 只不过就是热闹 摆着玩玩也还不错的 玩个热闹 好吧 谢谢参与 啊 好 来刘先生 怎么样 你这个专家怎么评价 怎么评价 他们看周园了 他们看周园了 他说我这个 就敢出场 你蹲下来说都行 我不同意蹲下哥 我还是不了心 不了心 再接着找人看 再接着找人看 孩子心里面 孩子都不复仅 好 谢谢 不干得了 谢谢您参加我们的节目 谢谢 我想问一下 这个石头 咱们安顺叫它什么 安顺就叫马长石 马长石 马长石叫什么 马长 马长是个地名 这个地名 外省人都不知道 现在叫的名叫贵州红 好 贵州红 这个石头 它原始的材料 我们这个叫碎血岩 它这个除了颜色 比较艳丽之外 它这个纹理也特别清楚 纹理也特别清楚 这是目前呢 就是我们这个发现的 这一类其实是 最大的一个 恭喜你入围 好 现在我们有请 下一位藏友 他的藏品已经到这了 藏友在哪里 有请下一位藏友 唐波先生 我的天 这是我们寻宝 寻到现在最大件了 跟我们说说您这宝贝 这个宝贝啊 这个宝贝是我们安顺的雕工 本地的雕工 这个是一个叫神龛 神龛 也叫神桌 那这一定是大户人家的 对不对 多大的一个屋子 大户人家的一个大户 我们安顺的一个大户人家 那您希望今天跟我们专家聊些什么 我就希望跟专家说 我们安顺的藏谱的雕工啊 和那个东阳的雕工不剩下的 这个就是神机啊 让我们专家来开开一个 这个就是神机 是你家祖传的吗 这不是 不是 好像就是本土这一代啊 因为它有中原地区的风格 对对对 是吧 你是在什么人家买的 这个是这样的 就是有几年以前啊 我午夜间就在一个老人家 发现这个东西 他那一年多 他最后就让给我了 他说 我老了 我也希望把 把这个东西传给你 好好地 传成我们安顺的 这个文化 十分美丽的 感人的收藏故事 恭喜你这个能够入围 好 谢谢 谢谢 咱讲 这种铜骨啊 就是古代祭祀用的一个契机 中间是太阳的光芒纹 四面呢 有四个青蛙 从这个行政上看 应该属于广西的灵山类型 那我们就先入围吧 文光芒 武光芒 很有那个震撼力啊 大老远一来 要是天阴着点 把鬼吓走 神都能给吓走 这个实际上是一种工艺品 这是什么年代的 这个年代啊 很近 你看多干净 一点氧化程度都没有 但是很漂亮 谢谢您参与 好好好 谢谢 我如果是那个 战汗时期 您认为是战汗时期的 这是现代新工艺品 是吧 只能说马马虎虎 但战汗的一个造型 但是战汗没有这种石头的 战汗也不是正经的玉 我们只能穿上石头 灯的造型啊 青铜的 这都是管状 它是仿那个 西周那个 可以过来 你看这是一个拐棍 这个造型 谁是十个堂的拐棍 这是新工艺品 慢着啊 这个是两亿三千万年前 大自然留给我们的宝物 这一块化石呢 确实不错 第一个呢 这个海白和这个根筋啊 保存得非常完整 更重要的是 你这块化石 基本上没有做过假 因为在海白和化石当中 做假的特别多 恭喜你这一刻入围 谢谢专家 好来我们有请下一位藏友 金建国先生 您好 刚才我们在海险县上 已经采访您了 您这个如窑的好东西 您说这是无价之宝啊 是份缘分吧 一见了它 我就爱不扯手 就想翻车发的 弄到手 想起来 二十多年了 没呀 我们中国的文化 我们的古人伟大呀 我中华民族伟大 您认为这是什么东西啊 我认为它是宋代的乳窑词 宋代的乳窑 哎呀 那可价值连城了 我们也希望 价值连城了 是啊 但是气形是乳窑的气形 真的东西在故宫博物院里有 我们看到胎 和我们所见过的宋代乳窑胎不一样 宋代乳窑胎是一种比较灰偏白的胎 你这个胎呢 是现代的胎 主要你这个气形的做工啊 不够的线条有力 这些印花的线条都是比较生硬 这种东西现在大量的出现在市场上 特别是近十年来已经散布于全国各地 好了 到这里12件候选的民间国宝已经全部产生 再次谢谢我们四位专家 谢谢 好了 不过呢 通过刚才的画面 我知道你只看到的这12件中间的几件 另外几件会是什么样呢 不要走开 我们马上进入我们精彩的豆宝环节 神秘贵州 古老安顺 古运尚存 古风依旧 来到这里上就来到了600年前的活历史 寻宝首次走入夜郎故地 大家好 欢迎你们来安心晚 12件宝物 终其斗殿 12位藏家 各部相障 你说那不拿好的 那拿什么 那拿的 那拿这个机架 你拿了分在的朋友 都可能吧 那个白梁子等许仙 可能说是千年等一回 那么那一种的话 可能就是一万年等一回 谁将成为最后的赢家 2009安顺 林坚国宝 2009安顺 林坚国宝 即将揭晓 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您现在收看的是我们中央电视台 机器频道的大级电视活动 寻宝走进贵州 安顺 跟着嘉宾来寻宝 七分故事三分宝 我们来到了美丽的安顺 大家都知道黄果树瀑布非常的漂亮 安顺非常的美 但是呢今天我们要换一个角度 我们来看一看安顺人 他们丰富的文化生活 看一看安顺人家里究竟藏了什么样的宝贝 看一看哪间宝贝最终能够成为我们安顺的民间国宝 我们首先要进行的是我们青铜雕塑组的豆宝 我们掌声有请三位藏友出场 我们安顺的观众非常的热情啊 起身鼓掌 欢迎我们的三位藏友 三位规则都应该很清楚对不对 咱们叫豆宝环碟 首先呢来个王婆卖瓜 先自己夸夸自己的宝贝 一号高建刚先生开始 这个豪呢 那个书上记载它是共神用的 它是一个香炉 我基本上好像没看到过同类似的 所以它是很很珍惜的 这件产品是明代的 明代早期的 它的名字叫老子青牛 产品比较罕见 第二是雕工比较精细 第三个就是它的那个年代比较久远 这件是汉代的铜骨 有名著代表性年代久远 声音现在比较红亮 非常的清脆 来 现在三位请起立 观察一下另外两位藏有的宝贝 然后给他们挑挑毛病 把毛病写在棋板上 好 我们首先从我们一号独角兽开始 气情较小 耳朵有损伤 年代较短 有话可说了 没有什么好说的 好 来 我们来看二号 明代老子奇牛同像 气情小 没有金色 做工粗 我的这种比他这个强 也比他的这个强 我的这个比较好 这个宝贝比较少见 像青铜鞋比较多见 老子的青铜招下还比较多的 活着铜骨 保存比较很少 很难保存 马上就夸你的宝贝了 好 来 我们来看看三号 这个李强的这一面铜骨 气情小 另外两位挑的毛病 说他气情小 艺术感差 不代表安顺特色 怎么讲 因为它是产于广西的 所以不代表安顺特色 这个不是产于广西 这东西叫广西型的铜骨 它是少数名的地址用的 不一定是广西才有 知道吗 对对对 还有他气情小的时候 因为我见过比这个大的铜骨还多 那大的都是现代的 还有我反正艺术感 就有这个好 不是古代的 所以技术感差 小高看着他们俩 倒就在旁边偷着乐 渔翁得利是吗 采访现场观众 如果是您的话 您会留哪一件宝贝 为什么 三号的产品 非常具有中国特色 和少数民族特色 但是和我的产品相比 它有一点点的逊色 感情你是来挑战的 你现在说那你觉得你会选几号 为什么 我一选三号 因为你们都是同股一家 对对对对 掌声鼓励 好谢谢 有没有一号和二号的支持者 我们采访一下 我比较支持的是一号 他这个形态和绳饰 比较好 颜色也比较好 我比较支持二号的这个作品 这是道家的东西 谢谢 看来是一位喜欢道家文化的一位朋友 好 三位藏友都有他们的支持者 那么我们在决定最后 哪一件宝贝能够留下来之前 我们来听一听我们专家 对这三件藏品的点评 掌声有请金山老师 当然大家对这个铜骨啊 好像那个争论的很热烈 我就先从那个铜骨开始 这铜骨呢 是我们西南地区 古代少数民族 广泛使用的一种祭祀式的器具 这个确实是像二号藏友说的 这属于广西灵山类型的铜骨 它从各方面判断 应该是汉代的 距今已经两千多年了 能够保存那么完整啊 也是很难能考虑 这件像呢 表现的就是老子骑着轻牛的形象 它的体型啊很饱满 人物刻画的呢 非常生动 应该是明代的 明代中期的一件 铜的雕塑作品 从题材上 从艺术性上 也都是非常值得推崇的一件作品 这件像 材质呢 是陶做的 这是个香薰 里面放入香料点燃以后呢 这个香气从这个嘴里啊 冒出来 因此它这个构思呀 也是很巧妙的 虽然时代稍微晚一点 应该是清代晚期的 但是呢 它的艺术性也很高 这三件作品呢 各有千秋 专家讨论的结果啊 交给嘉明来 给大家宣布一下 青铜雕塑组推荐的 候选民间国宝室 二号 明代老子 急牛同下 老子西出函古观 是我国民间喜闻乐见的故事题材 谢尊造像 表情生动 造型写实 是明代 铜造像中的 上乘之作 好 恭喜二号 马上要进入我们专门为安顺寻宝准备的一组豆宝 就是其实的豆宝 掌声有请三位藏友出场 有请 寻宝那么久 这是第一次设这样一个其实组的豆宝啊 这三种石头在他们手里就是珍宝 为什么 跟我们讲讲其中的端倪 来 首先请一号 舒甜甜 今天我带来的这件是来自我们关领县的海柏河化石 那么海柏河它是两亿三千万年前三叠纪时期的古生物 是大自然留给我们的宝物 这个绿松石呢 它有一个比较文雅的名字 叫做松涛镇镇 这个自然的这个归宝呢 也是独一无二的 我这块石头呢 就是纯正的那个安顺的石头了 这个石头呢 不管从它的那个外观 以及它的那个规划值 以及它的色彩上 是非常的好 特别是你看这两个孔 那就是大自然那个鬼斧神功的造就的 好我们首先从舒甜甜的这个两亿三千万年前的海柏河化石开始啊 另外两位藏友认为您这件产品的底板拼接过 而且是单个海柏河的个体 不是鱼龙或者其他化石共同在一起的 这个海柏河它也是两亿三千万年前的古生物 要像你说的要既有海柏河又有鱼龙的话 那那个白梁子等许鲜可能说是千年等一回 那么那一种的话可能就是亿万年等一回 非常的难得 真不错啊 白梁子都出来了 来我们来看一看二号这块漂亮的绿松石 底座不精细 选材不好 最重要的是最后一点 石种不属于贵州 据我所知 那么它是湖北跟那个新疆一带的 既然这个宝物在我们安盛人的手里 它就是我们安盛的宝物 它本身它的原地不是这个原地不是安盛的 它这个不体现咱们安盛的特色是这样的 来安盛寻宝就寻咱们安盛的原汁原味的宝 好我们来看一看我们三号这块贵州红的其实法眼 缺点 有裂痕 抹油太多 体积太大 因为这个我看到这个贵州红 因为它这个地方这个裂痕太大 仔细一摸它这个全部都是油 对石头的这个东西你是研究过没有啊 你说哪有 你都乱说我哪有裂纹啊 这是自然的硅纹 来 这我没有想到其实组这个竞争也这么激烈啊 来现在我们请我们的专家来给我们指点一下迷津 我们掌声有请我们其实组的专家 王上燕老师有请 大家好 那这三件都是石头 但是呢 它运差了生命的气息 我先说这个一号产品 这个海白河呀 它是一种动物 和现在的海星是亲戚 那么这个海白河它珍贵在哪里呢 它保存的相当完整 就是连一小块骨头都保存下来 而且我们看它的整体形状 构图非常完美 我想我们想起侏罗季 大家想到的第一个恐龙 是不是 第二个想起美国 我们以后只要一说三年纪 就要想起中国 想起安税 想起海白河 好 这是 那么现在看看这个第二件的产品 那么这一块石头 为什么能够入选呢 咱们看它颜色 非常的艳丽 这是第一 第二 绿松石如果建的多了 你会发现 像这么 这个杂质少的 是很少见的 第三一个就是它的造型 我们用一句话叫 玲珑剔透 玲珑剔透 我们再说 这个第三块 其实 其实类的 像这么通红的 其实很少见的 我们正面看 是一块红的 如果我们侧面看 它是七彩的 还有一个最最重要的一点呢 就是它就是产在 我们只有 安顺 麻长 三叉河地区 有这种石头 产出 好 谢谢 骑士组最终推荐的 候选民间国宝是 它就是 三号 其实贵州红华眼 这件产于安顺本地的 其实 色彩艳丽 实质细腻 纹理清晰 形态奇异 是目前发现的 贵州红骑士中 体积最大 重量最重的一块 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 和收藏价值 恭喜 三号 来 掌声有请我们 杂像组的三位藏友 出场 有请 来 老规矩 每个人夸夸自己的宝贝 今天我 非常 高兴 这个 这个脸谱啊 是我们一代一代的传下来的 我们安顺地系 有某一些地方 基本要失传了 肺腑 从这个栏目一过 我希望政府把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非无中华一台保留下来 这样吧 陈老师 我再给您45秒 您还可以在这来表演一段 可以 让更多的人看见 好不好 好 真是非常的棒 好 来 二号藏友陈佳佳 我这件宝贝呢 是乃至光绪年间的 这个布料全用的都是棉花 丝成的线 还有草做成的 特别的精致 谢谢 好 谢谢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唐波先生 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件大家伙 这大东西 是咱们安顺的老东西 这个雕工啊 也是咱们安顺的雕工啊 言下之意 要是咱们安顺的观众 要是不投他的话 咱们怎么对得起 咱们安顺的文化 来 现在三位请起立 来 观察一下 另外两位藏友的藏品 然后给他们挑挑毛病 来 好了 咱们先从咱们这个地系的脸谱开始啊 优点呢 另外两位年轻的藏友认为是色彩很好 地方特点浓郁 缺点呢 有小损伤 雕刻不够精细 陈老师 您怎么来回应他 这些脸子是 这个一个称赞里面 一千零八十妇人的孩子 所以说 你们支持我 也是支持你们 很明显陈老师这个环节的表达是受到了三号唐波先生的启发 都是打本土牌啊 来 我们看一看 陈姑娘的这件苗族光绪年间的波线秀 色彩不够好看 工艺不够精细 同类多 你给陈佳佳解释一下 你这件产品啊 我看一下 就是 还是比较好的 但是 但是我要跟你说 它就是说 有一点点小毛病 就是说这个色彩啊 给人不是太美 这样啊 不是太好看 不瞒你说 就是到目前为止 我觉得最肉麻的豆宝 来 陈佳佳你怎么回应他 我就说他真正的不懂 因为这件东西嘛 他说颜色不好 在苗族里面 这种颜色是代表我们那儿的地方特色 比较喜情 结婚的时候就只穿着衣服 他说优点又是手工精湛 是吧 那个缺点又说手工不好 特矛盾 这个我能理解 看见美女与无伦次是很正常的 现在全场的观众 咱们安顺的观众 咱们来聚焦一下我们的三号大家伙 这是我看到的缺点里面填写的最多的 这么一格里面写了六个缺点 缺点一 占地面积大 这是谁写的 我写的 我估计是你写的 我就说他那站脚有损赃吗 已经发白了 颜色都掉漆了 他这样我给你解释一下 这个叫历史的成绩 如果新的东西没有这个东西的 其他的你不辩解吗 什么笨重 我理解是大气 这就是我们安顺的大气 是不是 现场的观众朋友 支持几号 为什么 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 越是世界的就越是民族的 所以我支持一号藏品 我支持三号 因为他爱人跟我就在一个单位 然后呢 不是这个意思 不光是这层关系 我觉得他代表的是我们安顺的 一种文化 一种审美 所以我支持三号 现在能够找到这么好的 清代以前的服装 太少太少了 所以说我支持二号 好的 我们掌声有请我们杂项组的专家 张德祥老师 安顺的朋友们 你们好 下面呢 我就点评点评 咱们安顺的 咱们安顺的这几件 藏品 先说这个面具 咱们这叫地戏 地戏的脸谱非常丰富 有时候好的一堂啊 有几十个 神态各异 角色特别多 声度 这个是中国戏剧 乃至世界戏剧 硕果均存的这个活化值 为什么选了这么一个很像新衣服的 放到咱们这个评传台上呢 其实呢 它这里藏着一个特别 独特的一个针法 这叫破线绣 就是一股线呢 要把它分成二十七八股 很细很细 这样就很费工 全国各地民间 只有咱们安顺地区的少数民族 还保存的这种 很古老 很费工的 很精细的这种秀法 刚才说的这个案子 一般的这个贡案 它是庙堂之器 追求的是厚重 这个凝重神秘 这个直美 这个缩腰部分还有 有很多吉祥的瑞寿 高高的缩腰 有送圆的这种手法 那么下边呢 就很怪了 它用透雕梅花 很纤细 这种刀法 一直刻到这个脚下 在烧香供佛 敬神的时候啊 还不忘了美化生活 很浪漫 具体哪件能够继续入围 请咱们主持人 哎呦 这一组真的很难啊 刘几号 杂项组最终推荐的候选民间国宝是 一号 清代地系联谱 恭喜陈老师 贵州挪系 具有久远的历史 明清时期 由它演变而成的地系 以安顺地区为胜 地系面具生动 神秘 是安顺地区 十分珍贵的 民间艺术瑰宝 来 我们用热情的掌声 请出我们第四组 瓷器玉石组的三位藏友 有请 向大家推荐一下你们的宝贝吧 来陈先生首先来 我的这一件产品啊 是云南玉石窑的原青花 再一次啊 把这件产品带到现场 来与大家共同来分享 我在这件花呢 它是明早期官邀内行的 它有很好的这个代表性 我这个产品呢 是收藏之贵州 见证了这个明初朱元璋 吊北增南的这个 政治和金事的这个大世界 三位请坐 咱们首先从咱们这个 玉石窑的这个原青花开始吧 云南地方窑 差于景德镇的原青花 另外呢 盖子和腹部有伤 作为一个这个原青花呢 它是土的青花 就地方窑的 它和这个景德镇的这个原青花 它是差别很大 可以说相差十万八千里 像土鸡和羊鸡一样 土鸡的话 它是会包裹瓷床 瓷场的 然后味道很宣美 所以这个东西呢 它应该是我们 云贵高原呢 算是一件非常珍贵的产品 土鸡和羊鸡之分 来看一看我们的二号 底儿有裂陷三处 又裂严重 它这一件呢 它的毛病最大致命的弱点 就是它个底下有几处造 龙泉药那是千年的民谣 龙泉药产品是千年的民谣产品 但是这种龙泉药产品 你们看一看 它是歪的 为什么它还能流传自己呢 我感觉很奇怪 这个瓶子你说 当然志愿长真难 随便订一个给谁 那是什么级别啊 生长级别 你说拉不拉好的 那是拿差的 志愿长能拿这个奖励 这个部下吗 而且是得了打了生长的部下吗 不可能吧 小了精美 还是我这个能奖励吧 来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这组唯一的一个预计 有一块有损坏 另外一块有伤 色轻 和田律啊 讲的就是白 白 这个谁差一等 价值差十分 封建的这个等级字 它是有严格的规矩的 像这个赤龙赤虎啊 它都是属于王侯 大将军之类的人才使用的 如果是真正的达到了那种 高级的人用的 它肯定要上好的东西 上面五点 根本达不到这种上好的 瓷器玉石组 究竟哪一件能入围呢 我们掌声有请 我们瓷器玉石组的专家 邱小军老师 为我们做精彩点评 安顺的朋友们大家好 下面我把这三件 给大家做一个点评 第一件是原代云南玉西窑的青花的盖棺 这个青花的绘画呢 画得非常的粗犷 豪放 用笔潇洒 汉略是云南玉西窑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代表制作 第二件是明代早期的龙泉窑的客发的玉湖春 具有明初永乐时期的那个曲线美 也是我们明初龙泉窑的官窑性质的官样器 这个代扣呢 尽管它不是够白 但是这个玉枝呢很细润 盘翅龙纹呢是非常的生动 这种东西呢也是级别很高的身份所能佩戴的 这两件东西和我们安顺有关 都是渐进了明初我们囤朴文化的实物 谢谢 谢谢邱老师的精彩点评 几号 瓷器御师组最终推荐的候选民间国宝是 一号 原代 玉西窑青花冠 原代玉西窑是除景德镇以外 生产原青花的唯一窑口 这件藏品绘画内容丰富 用笔酣畅灵动 对研究探讨原青花瓷器的起源 严格和发展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 恭喜一号 好的朋友们 四件候选的民间国宝已经产生了 究竟哪一件能够成为我们2009安顺民间国宝 不要走开 我们马上给您揭晓 从我个人的学校来说呢 我还是认为玉西窑啊 可能更有一性的广泛性 现在推选的是带着贵州和安顺的国宝 所以说我们还是倾向于我们这个贵州 文库人是将来的 但是今天文库文化是安顺文化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 贵州红 它毕竟它是一个自然形成的 我们不是人类文化的 刚才我说了 偶然天成就是宝 就是徐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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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这是民间国宝 还有一个普遍的想起乎原计划啊 已经有几千年的美食 文化级别呢 非常的深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 大型电视活动寻宝 我们接下来掌声有请 中共安顺市委副书记 安顺市人民政府市长 罗宁女士为我们揭晓 2009安顺民间国宝 我现在郑重宣布 安顺民间国宝 它蕴含了中华民族的审美情趣 它饱含了贵州人民的精神气质 它经历数亿年的变化魔力 它色彩艳丽 质地细腻 形态奇异 它就是 其实贵州红 华眼 谢谢咱家 好了观众朋友们感谢你收看这期节目 跟着家庭来讯宝 七分故事三分宝 我们下一站再见 谢谢大家 连了 我们俄在阶段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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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